华为Nova 7 Pro深度评测 4月23日,华为召开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了华为Nova 7系列 主打颜值和自拍的手机 Nova系列的出现给年轻用户群体更多选择 其中,Nova 7 Pro搭载了70985 5G SOC 支持50倍数码变焦,眼部追踪等全新硬件及技术 最终体验究竟如何呢?下面为大家一探究竟 正面与前代产品相比,华为Nova 7 Pro依旧采用了双滑孔屏设计 只不过屏幕升级为曲面屏,增加了视觉观感 屏幕参数方面,华为Nova 7 Pro配备了6.57寸曲面屏 2340x1080负面率,支持DCI-P3广色域 支持屏幕内指纹识别 此次Nova 7系列共有5款配色 7号色,种下子,奇景森林,蜜语红和亮黑色 而我们拿到的是7号色 这种配色即便是在光线不强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清晰的折射出富有深度空间感 与灵动色彩,符合当下年轻潮流群体的审美趋势 欢迎Nova 7 Pro前后双曲面设计带来更加铅薄的手感 基于华为在业内领先的5G技术和旗舰工艺芯片 欢迎Nova 7 Pro机身底部厚度为7.98毫米 顶部厚度为8.28毫米 重量控制在178克左右 能把重量与厚度控制的如此完美 业界显有 所以5G自拍旗舰 欢迎Nova 7 Pro前置相机配置相当豪华 3200万像素追焦双射 拥有业界领先的自动对焦镜头加超强AI引擎 加旗舰级ISP图像处理器 再来精准的眼部追焦 实现自拍或者自拍视频远近都清晰 当大多数手机前置还是定焦摄像头时 上代华为Nova 6 5G前置就已经换上了自动对焦镜头 而新的华为Nova 7 Pro在自动对焦的技术上 又创新的加入了眼部追焦技术 配合麒麟985 5G SOC的强大算力 在进行自拍时 不管是人物还是镜头移动 对焦框都能够精准的定位到人的眼部 避免失焦 同时加入了人像超级夜景3.0 视频美颜及屏幕环形补光功能后 即便夜间拍照和录像也能够拍清自己的脸部 且放大之后眉眼细节依旧清晰 久别出逢后和朋友相聚一起留念合影 前置上头取景范围如果太窄 身旁的朋友难免会在取景框之外 Nova 7 Pro还配备了一颗万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趋定范围可达105度 不及其他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